今天早高峰期间,本台新闻热线57191777街道市民爆料称 红梅南路越江隧道凤贤往闽航方向,一辆轿车和一辆大巴车相撞 导致轿车四轮朝天180度翻转在两根车道上 导致后方道路出现拥堵情况 一起去了解一下 早上7点45分许,凤贤公安分局接市民110报警称 隧道发生事故,附近执勤民警随即赶往现场 交紧到达时,小轿车依然180度侧翻在车道中 索性轿车驾驶员并未受伤,已经自行从车里翻爬出驾驶 现场被撞大巴上约有十几位乘客都未受伤 不过受轿车撞击影响,大巴自动门受损,无法正常开启 车内人员被困大巴内无法下车 在现场施救人员的协助下,最终驾驶员撬开了大巴的自动门 车内人员随即转移到企业派遣的另一辆客车上,统一离开现场 不过由于小型牵引车无法吊起轿车,事故车辆没有办法立即撤离 导致隧道三根车道临时变为一根车道,造成风险往敏航方向交通短时拥堵 为尽快疏导交通,隧道方又派遣了一辆大型牵引车 最终在8点15分左右将事故轿车翻正,脱离隧道现场 早上8点20分,鸿梅南路越将隧道现场交通秩序逐渐恢复 目前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